不晓得两位平常在如果在开车听我们的节目 跟今天坐进现场以后 有多少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我做广播将近有30年的时间 没有遇过广播主持人这么用心 因为我平常在车上在听 那个来宾都会讲说他喜欢什么歌 他的缘由是什么 他的人生背景故事是什么 今天来到现场真的生历其境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其实我就是很喜欢陈凯伦 凯伦哥的节目 因为我是一个听友 所以我变成坐在这里会觉得 一个心愿完成了 就来玩一玩 来见见面 跟哥哥聊聊天 打打屁 要顺便让我们所有的听友知道 台语的说唱艺术里面有王一鸣梅子 我就觉得很心满意足 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早上的上午时光 谢谢凯伦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梅子 我是王一鸣 谢谢你们 好 那也不到一分钟 很好 可以吧 可以 很好很好